更多话题来看到比利是公认史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之一 已经高龄80岁的他是巴西的传奇球王 不过最近他健康欠佳甚至连走路都有困难 金船被紧急送医急救 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手术之后 已经从医院的加护病房转到一般的病房静养 恢复的状况还算良好 再来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丁 正在莫斯科的郊外官邸自我隔离 主要是官方已经证实他的核心签当中 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但是没有明确指出到底是谁染疫 最新的消息好在普丁他PCR的检测是阴性 不过他最近也才刚接见过叙利亚的总统阿塞德 再来关心的是中国新任驻英国的大使郑泽光 原定参加英国国会大厦举行的跨党派中国小组会议 不过因为英国多位的议员抗议抵制 最后决定禁止他进入国会大厦 会议因此取消也让中国方大怒 那么主要双方是之前为了新疆议题彼此互杠 再来关心2021年苹果秋季的发表会 大家最期待今天凌晨呢 也就是iPhone 13系列包括了三重尺寸四款机型 容量也升级最贵的要价新台币 54,400元史上最贵 不过看起来还是有不少的消费者依旧买单